大家好 我是韦佳 那这几天呢大学已经开学了 所以呢我来到了我们工作室周边的一所三本学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来给大家做一个街坊调查 来看看如今的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 他们都把钱花在哪里 开始先把公平打在保护上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并不是为了赢到攀比 我们先来一个公平调查 你大学的时候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钱 我的话呢应该是600块 08年的时候 大赞你是多少 400块钱 你是什么年代啊 我是14年啊 我17年1000块吧 不到1000吧14年 你是多少留在公平 你是哪里的 我贵州的 我贵州的 海南的 海南的 OK 江西人 黑龙江人 我是山西的 山西人你读大几了 大四 大四啊 找到工作了吗 嗯 大三 大二 大三 大三啊 你读什么专业 室内设计 哦就溢射 溢射系现在电子科技大多少钱一年 27000一年 27000块 如果不是溢射系呢 也差不多价钱 你是读大几 当然好 这里面什么 女朋友 奇怪的 女朋友什么 右摄石袜 对 没有没有没有 这鱼网 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石袜 哈哈哈哈 现在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钱 总共的话可能有2000到2500吧 1000多吗 一个月1500 一千多 1200到1500不等 够花吗 够够 自己出去做点兼职 你们做什么兼职 都有做过 这个范围就很广 之前大一到2000多吧 现在如果像这样子大事的话 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大概在外面数 8000到9000不等 2000那样子 2000块在你这些同学当中 属于是一个展览水平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周围都是2000块钱的人 差不多五六千 五六千 对 15000 2000 2000 真的吗 真的 好像不是哦 我比较省 比较省 比较节约那种人 那你每个月花最多钱的地方是花在哪里 好像是吃 真的呀 吃饭上面 然后 OK 衣服 吃东西 怎么都是吃 你也是吃的吗 我肯定是吃的 他看上去不像是吃的 你花这么多钱 在吃上面那就亏了 哈哈哈 没有长大优荣 买衣服或买鞋 或者买桌遊 喝酒花会多一样 你喝的多吗 还好 你能喝多少啤酒 一次吗 嗯 一箱 一箱十二支 嗯 大瓶的 对 500的那种 黑龙江都这么能喝吗 喝吗 公平能告诉我吗 哈哈哈 主要是买鞋子吧 现在宿舍里面最贵的是哪一双鞋子 最贵的应该是双倒勾 现在我很少买那 为什么 就现在不太喜欢了 啊 整套的光 哈哈哈 都懂了 懂了都懂了 现在都冲奢 现在都冲奢 都冲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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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冲奢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主要把这个生活会发在丝上面了 果羊是女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对吗 所以你们一般是把大学生活会花在玩乐还是吃喝呢 投票告诉我吧 最近最大宗的一笔消费是花在什么地方 啊 鱼缸方面的吧 买了鱼买鱼缸 这这宿舍买了个鱼缸 多少钱花了 600还是500 买衣服 300左右 会买鞋子吗 休闲这样子吗 嗯 会买鞋子一般买多少钱的 100左右 房租1600 就它了 就它了 那全中了2.0 10年多 电脑吧 自己组的台式 加显示屏的话快5000多了 什么显卡 很便宜 因为那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只能买1650s 那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呢 应该能换2060了吧 哈哈哈哈 皮盖拖鞋186 这是你买的最贵的吗 你吹水吹水 刚刚打折下来 这是新买的吗 可能不像啊 战损成色了 是你最近买的吗 哎 95分 大家支持95分 95分拖鞋 你还考究 真的95分 哈哈哈哈 还是买了张鞋 想着开学院吗 什么鞋 皮棚 花九百块钱 我刚吃蒜 啊没事没事 大家闻不到 我闻到而已 你闻到而已 哈哈哈 这张鞋 买了5000多了 就哭起了 对 那你现在已经花五六千了 你怕不怕接下来找工作 找不到这五六千 我是毕业之后 打算出国去英国 直接去英国 对现在在学雅寺 哦 去英国再读 对再读个一两年就回来了 你现在作为一个大事的学生 我有什么想对师弟师妹说 能搞闲就不要谈恋爱 能搞闲就不要谈恋爱吧 哈哈哈哈 非常中肯 你以后想找怎么样的工作 化学老师 化学老师 化学老师能赚到现在的这个 每个月的花销 这么多的工资吗 那肯定能 肯定的 好 那你好好努力 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其实呢 我们做了一波的周边 像我家后面这衣服 也是我们的周边 因为第一波的时候 其实我忘记跟大家说 会有这个贴子 那其实都有了 部分朋友收到了 那第二波呢 每一件衣服呢 都会有两个贴子 随机的 有一个特别款 特别稀少的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 9月10号呢 就准时发出 然后如果9月10号之后呢 没有拍完的话 我们也不再补过了 OK 那希望大家冲冲冲 谢谢你 送给你 所以跟我预料的一样啊 这个结果还是两级分化的 有1000多2000块钱 然后呢 5K的呢 也有很多啊 那同时开头的时候说过了 我做这一期节目呢 并不是想告诉大家 现在大学有多奢靡啦 然后多两级分化啦 等等的 我只是想告诉一些 马上要步入大学 或者说 你已经要读大学的同学们 可能每一个人在大学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同学 好 我就有过 你会很羡慕她 为什么总是能买很贵的鞋子 总是能出去喝酒 总是能认识到学校里面 最漂亮的师妹或者师姐 而你好像只能读书 只能打尖职 好像永远跟她的生活 站不上边 但别忘了 你们这个阶段的这一切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父母因为家庭 而拥有现在这一切 而父母跟家庭 是你们要选择的 但以后的路可以 最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怎么样 而是以后你的人生 大学之后你能怎么样 我们再一见 新学习加油 下电话牛逼 下电话牛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